我們從來不想取悅市場 市場是中性的 市場是神聖的 市場是 你不知道它會發生什麼事 我聽到這麼多的聲音的時候 我的內心就 突然就變得很包容所有的聲音 不管怎麼樣說 說好或說不好 都是希望我們更好 HELLO 500哥的朋友們你們好 我們是 告五人 謝謝 這麼多項金曲 這一次會不會壓力很大 會不會有什麼壓力 我自己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完全沒什麼壓力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張專輯的時候入圍 然後那時候有新人講 大家都說好像可以得獎 如果說要很開心 然後就沒有得獎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然後入圍 然後就說那可以 你覺得會得獎 我就說你希望可以得獎 然後第三次的時候就覺得沒關係 就是有好有壞 就是聽天由命這樣 如果有的話就是真的是感謝大家 然後就是請大家吃飯 就是一個很開心的就慶祝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也是就是 那就是體恤大家 就是大家也要好好吃個飯 然後我們繼續下一張 我真的好想 他很 care 他真的很想要得獎 這兩個想法會特別不一樣 沒有就是我們兩個就是這樣個性啊 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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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個右 我跟你講 謙哥他也是就是 就是謝謝大家 沒有沒有 他也很想得 真的 他也很想得 他也很想得 對 你已經來了 好 好難回答 那應該是 現在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 拜託拜託 上紅台 上紅台那一刻 如果就是 或者是在那個 Lulu要在Lulu訪問我們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會 拜託啦 拜託啦 你們都得過了耶 這樣 山珍獅的福我已眷落 憶漢不阮正 夜慧美第一首歌 以父之謎 因為我小時候都會學 以父之謎 裡面不是有一段歌劇 呼呼... 在那個年代 在那個時間 可以寫出這樣的歌 還可以把槍聲弄到 歌裡面 怕怕怕怕 only 人些的福我已墜落 這個時候應該是很多人的啟蒙吧 I've been watching I've been waiting In the shadows In the shadows 《雷斯魔樂團》的In the shadows 這首歌其實是我跟我的老師要學鼓的時候 然後上了第一堂課的第一首歌 然後它就是承載了一個 就是從我開始認真學習的一個起點 然後導致後面就是有累積這些能量之後 然後能夠跟女安全情一起組團 然後一起做這些突破這個面對各種的挑戰 我自己很喜歡九粒 我喜歡倒拜 原因是因為真的就是小時候 家裡出去玩的時候都會放這首歌 就是小時候因為根本不知道它內容到底講什麼 小時候誰知道 後來長大的時候再慢慢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原來它是在講述你可能發生的你的情感面的一些故事的一些過程 你可能會有那剛好我也有 那我們一起經歷過這樣子的感覺 我很喜歡王妃夢中人 然後也是那個小紅莓的那個 那一首歌把它翻唱 對兩首我都很喜歡 然後這兩首歌都是在路途中聽的歌 對而且說實在就是有人說什麼經典老歌經典老歌我覺得 好聽的歌它不會隨著時間變老 它就是因為好聽所以它會一直存在在那 即便是你可能現在出生過了20年之後它長大了 它在聽這首歌可能它也會覺得這首歌還是一樣的棒 把一個人的溫暖轉移到另一個的胸膛 愛情轉移是我高中的時候 音樂課唱的那個歌嘛對不對 那影片有在YouTube上 喂 這首歌對我來講是一個人生的一個 我小時候聽不懂這首歌 長大越來越懂 它講的不只是愛情而已 而是包括更上面的陪伴 更上面的這種永遠這件事情 討論這件事情是 是我覺得我一生都會持續的 是因為我們人嘛就是情感動物 所以我們會一直的去把世界上所有的情緒 好好的寫成歌給大家 Coleplay的Yellow 這是我的愛 我沒有想過有一天可以幫Coleplay開場 就是那個形式令很好笑 上面寫開場 我們一直以為是 是不是要幫師兄開場啊 對 然後現在還開玩笑說 我幫起來Coleplay喔 我不要去看Coleplay 然後經紀人就說 喔沒有啊你們要去Coleplay啊 我說為什麼 不是要去開場喔 開場喔 他說對啊 你們要幫Coleplay開場啊 蛤 然後就哇真的耶 我們在發音尖叫 然後還可以跟Cros Monte 喝照 聊聊天 那個當下你的心情是 耳宇消灰車耶 對啊 就是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所以獻給 獻給我的兩位最愛的 就是陳 firms whit Brett Go Play 小花計畫的《路》這首歌 然後這首歌其實是我覺得 是我們就是第一次放 用電腦 買了電腦 然後放Program的第一首歌 那我覺得這個意義很重大是 我們從17年開始撐來 然後發EP 學習這些錄音的一些觀念 或是演出的內部 然後到這個階段 能夠有這樣子的表現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算是里程碑 一個路程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分水影 《告人帶你飛》的 《我無法克制自己》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是在 我們演出的時候是那種 比較針對自己內心 比較針對自己的心裡面在講的話 然後想要把過去的這些內容 全部拉到現實 然後帶給觀眾 大部分的歌都是屬於互動比較多 我們會覺得這個 真面對自己裡面心裡深處的那種感受 想要帶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是很珍貴 就是一直以來的 《幼稻田園》 這是代表我們 告人的 所有歷程的一個精華的所在 演出田園的時候 我們回家的時候幾乎都是12點1點 有時候行程趕的時候 一天可能 五六個訪問的時候 其實就是回家的時候都非常晚 我看到我爸爸都是睡著的狀態 還有我媽媽都睡著的狀態 然後他們都嘱咐我說 到家的時候要 不管他們有沒有醒著 就敲他們房門這樣 摳摳說回家了這樣 然後他們也不會硬 或者是有時候早上起來 出門的時候 摳摳兩聲說出門了 然後我媽就會那個 就是一副就是還沒有睡醒那樣子 然後會強裝 但是她會裝出那個 她醒來的聲音 喔好這樣 超級智慧 就是我很感動 我很感動 我們在路途中都覺得 欸自己備受保護 好像是運氣非常好 很有福氣的 只是有的時候 再回去想想發現 欸天啊 好像那個時候真的蠻辛苦的 就我當下 或是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這樣 我當下不覺得困難 對啊當然不會覺得困難 以前那樣子就是開車 然後走遍 走遍各個城市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哪裡有困難的感覺 對對對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好像真的開了蠻多路的這樣 真的蠻硬的 有一次我差點混斷血水 對 對 要不然我們會睡在那個休息室 就是突然會晃一下 真的很累 對 對就是差點開到旁邊的車道 不要騙到架子 對不要騙 有嚇到啊 人都行 所以以後 以後都不會再這樣了 酬勞呢 是不是也讓生活比較辛苦 其實基本上沒有 酬勞就是 我應該這樣講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知道 因為剛出來 所以我們拿到的Pay就是這樣 對 然後如果說我們就省錢一點 我們就回家吃飯 對 然後回家爸媽都會煮飯 然後我們就可以省掉一些錢 或者是煮飯會有那個便當 對 我們就可以拿便當 我們就問他有沒有多個便當 可不可以就是如果有多個便當 因為有時候可能他們開車 對 然後路途比較長 你可能演出前吃完便當 你演出後之後肚子還餓 對 你就可以多拿一個便當回去 我們就天然休息站 然後課便當課完再走這樣 對啊 或睡一覺再走 休息站有些東西也比較偏貴 對 對 對啊 可是你們 我覺得你們的好的地方是 即使到現在就是地位跟收入都不一樣 可是你們現在好像還是 就是跟以前一樣就是很珍惜那些 就是還是會拿主管放送的 喂 就是我覺得就是有什麼就吃什麼 對 有什麼就吃什麼 大家吃什麼就吃什麼 就沒什麼就跟大家一起吃 而且其實我後來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三個更喜歡是大家一起吃飯的感覺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們這樣告訴自己 欣然接受 然後心情 心情真的瞬間就會變得比較好 對 對對對 比較不會那麼累 有時候就會覺得哇好累 可是真的換一個心態 我看你真的是輕鬆的 我要飛 要帶你飛 你喜歡在月亮上面 只從北 我很喜歡帶你飛 因為這首歌其實我很早就 你的美聲 聽過 美麗聲匠 對你的美麗聲匠的歌 有一個聲匠叫做美 我們他簡稱叫美聲 對 然後我一直以為是 他們一直叫美麗聲匠 因為他聲上去很漂亮 結果他那個其實他 他有一個自己的名稱叫美國聲匠 就是他真的叫做美國聲匠 然後我一直以為他叫美麗聲匠 他們簡稱的時候 他說美聲嘛美聲美聲 就漂亮聲上去啊 對 這個叫美國聲匠 你知道就是 當下我們知道他叫美國聲匠的時候 我們三個就是有一種 我們好無知喔 哈哈哈哈 這首歌我很早就聽過Demo 然後其實Demo就是一首 很搖滾的 就是那種流行歌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純粹很好聽 而且那時候聽得好像才大學吧 對 這首歌寫十年了 對然後其實我一直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一直很想放到專輯裡面 然後這一次第三章我們終於放了 然後就還很很開心的事情 他變成專輯的名稱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聽的時候 跟現在聽的時候 完全是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純真的樣子就覺得好聽 然後那個時候的一些回憶片段 也會出就會出現 然後現在聽的時候就覺得 哇有更多新的回憶 一起湧入到這首歌的那個圈圈裡面 我的人生因為這首歌 然後也變得更豐富 所以我覺得 這是哇很很難得又很可貴的事情 然後我請那個李仁哥來拍MV 就覺得哇有另外一樣就是婦女的解釋 對我覺得這個是創作者 跟其他創作者插出來的火花 最喜歡這樣吧 對 那是不是有不同的被子 就沒有人被罵會開心 對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會不爽啊 就是看到很多評論還是會覺得 就是沒有的事怎麼講成這樣之類的 可是當然就是也有稱讚你啊 就是說你很棒 然後給你加油的那些人 就是也都在 就因為這些事情聲音很多 所以你就會用你就會發現 喔我聽到這麼多的聲音的時候 我的內心就突然就變得很包容所有的聲音 但是我真的我真的沒想過寫一首歌會被罵成這樣 就是你知道嗎 你是說特別指哪一首 沒有就是沒有就是沒有就是 可是你有一點點不一樣 跟之前不一樣 你可能就會被罵就說 他們變了他們怎麼樣 可是你如果又在走類似的東西 他們說他們沒辦法了 他們就這樣了 對對對 那就乾脆做自己喜歡的歌就好了 就從來沒有想過寫一首歌就是寫一首自己喜歡的歌 就是 欸怎麼被罵了 欸 我每次都這種感覺 你沒有真的走心嗎 一定會啊 怎麼可能不走心 那個感覺 就是 這種狀況是怎樣 這樣子好了 就會跟他抱怨說 他就這樣講 明明就很好聽啊 他如果就是 講到就是他真的不喜歡這個歌 哩哩啪哩的講 就是 就好了他覺得 他覺得該怎麼樣 他覺得會更好 他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他真的很認真聽喔 你也認真聽 你真的好 那我們就是 謝謝你的介意 他如果是加幾句髒話 然後說 他就是你就是不好啊 然後我就很想跟他講說 OK OK 你是不是沒有在聽 沒有 你應該沒有聽喔 你怎麼會在歌曲 剛發了一分鐘開始留言 對啊就是 歌有五分鐘 歌有五分鐘 然後馬上30秒難聽 不管怎麼樣說 說好或說不好 都是希望我們更好 所以其實我會 我大概看一下滑過去 我就會知道說 那我就會去想要去想說 那我能夠更好的地方在哪 然後並且在下一次的演唱會就直接做 因為你有嘗試 你才會觸發你更多的不同路線的感知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是 寫歌從來不會去取月神 不是要取月神 那些歌在創作的在當下那個過程其實很簡單 他就好聽 就我們三個覺得好聽 就像沒有人知道魔法藥水會有這麼多的人在收聽 我們當初真的只是因為合作 開心 然後覺得這個歌好耶 沒有人寫過這個方向 然後就像唯一也不會有人知道 就一個鋼琴 就一個全新的聲音 謙歌就我們兩個同步 謙歌就住在旁邊聽 然後謙歌就很認真說 不用加鼓 就這樣 所以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挑戰 就是我們從來不想取月市場 沒什麼 市場不能取月啊 市場是中性的 市場是神聖的 市場是 你不知道它會發生什麼事的